马青熟理总团长张又泉表示 知识教育部只是学校食堂业者在摘检月期间开荡营业的做法 此举体现了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精神 也照顾及尊重非穆斯林群体的需求 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应该炒作这项课题 张又泉指出 在摘检月期间 尽管穆斯林需要遵守摘检 但非穆斯林学生和教职员仍然需要满足日常的饮食需求 因此 学校食堂业者在这期间照常营业 既照顾了非穆斯林群体的需要 也可确保业者继续赚取收入维持生计 可谓一举两个 他表示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 宗教和文化的国家 政府的责任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行使他们的宗教权利 同时也尊重和照顾其他群体的权益 教育部的决定充分考虑了非穆斯林学生和教职员的需求 这正是多元种族国家应有的精神 况且 食堂业者只要在斋戒时间内不售卖食物给穆斯林 而穆斯林本身则遵守自己的斋戒条规 根本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任何政治人物都应该尊重和理解不同宗教群体的权益 而不是积极炒作来劳取人家宣传 将自己的宗教教义强加于他人甚至抹杀其他人的权利 张又全呼吁 各族人民都应该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不同宗教和文化 才能共同建设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